Heyo 了世紀天天用個鮮音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孟加拉人對上達魯地圖人 這場比賽是軍防沙的島嶼地圖 好 那這場地圖比較特別的是 中間有大量的石頭跟黃金 所以中間強圖也是非常重要的後期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出身點位 大約在10點方向的那個孟加拉人 是天才少年 但是他現在也不是少年了吧 一直讲他是天才少年 像哪里乖乖的 那孟加拉人他的特色 是他的船舰会自动回血 而且生死代死会获得村民的 每个城镇中心 会获得额外的两个村民 所以他在生死代死 往往会有这个村民上的优势 打出自己的经济优势出来 那孟加拉人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他连一般骑士都不能用 他连骑士都不能按的关系 所以如果需要机动部队的时候 只能靠自己的轻骑兵 做为主力 不然就是要转建兵勇士 那孟加拉人 他是拥有三项之力的文明 他的大项拥有抗招响 还有抗额外增伤 还有增加攻速的三大特点 一般可以增加他的大项的攻击速度 那到了帝王时代 后期的孟加拉人 往往都是打这个项公作为主力 或者是打出战车策略 打一个双防进攻的策略 所以整体于孟加拉人来说 他的打法是比较于局限在攻兵路线 会比较常出现 骑兵路线可能还要看要不要转大象 或是转这个攻城战象 或是要转肉马的部分 那孟加拉人的肉马还有个特点 他打战毛兵时会加两点伤害 刚好打鲁皮图是战毛兵的特化文明 所以孟加拉人的肉马刚好可以克制到 但是他的肉马也是蛮可惜的 只有轻骑兵 所以用起来还是有点小小可惜了一点 但是好消息是他有三攻三防 打战毛兵是绰绰有余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WP图人 这边是HURA选择了这个文明 出生点月大约是在六点钟方向 那WP图人升级以时是拥有 这个木材的200点的效果 黑暗世代升冯剑 就会马上获得200木头 那这200木头就可以让他马上点下更多的战船 或者是去高速撒下农田 或者自己的经济优势 所以这200木头其实给的非常多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加成 那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是 他的宝兵单位边界兵 地下的时候会有蓄能伤害 而且会有扩散伤害的效果 伤害极高 但是在以海战来说 WP图人的海战 就有一点那么尴尬了 他要到地龙时代 到这个楼船可以用 但是他的楼船也不是重点 他的楼船也不是非常主力的单位 还是以弩抛战船为主 那WP图人他的海战部分优势 是他的捕鱼 是有双倍捕肉的效果 像这个村民捕这个鱼 海滨鱼犬的时候 他可以装载到20肉 那鱼船的话是30肉 非常多 Hero这边是想要盖三个码头 但是最后没有盖 Hero要把这个肉马送到岛上 结果被对手来一个摸一下 Hero这边有优势 但是这边要上船了 这边沙拉稍微拉一下 回头打一下 Hero 我的天 吐了 这个我看起来就觉得不妙 他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 还不敢会上去 还想秀 好 那这样子 Hero就没有肉马的视野优势了 哎 两边都没有肉马的视野优势了 OK 那Hero这一波就不上亏 好WP图是走工兵路线 呃 战船路线的话 前期会被火战船给压制住了 要赶快尽早点下这个一几色 但是Hero前期又没有按渔船的关系 所以现在经济啊 弱势非常缺乏 要点一几色基本上是上加上 南上加南左右为难 太难了太难了 所以现在兵工厂不会那么早下 可能要不要开个果子啊 先吃个果子先 不然待会都有可能要断村了 没有补优势是非常痛苦的 好 达鲁批图人 这边是继续出战船 战船有点被烧到头破血流 先射掉一只村民 点掉一只艘渔船 小赚 好 先补个果子 先稳定一下肉量 肉量稳定了 才有可能去点下一击射 好 这里也补下了非常多的村民 继续伐木 10个人 单伐木场 那后面这里 三艘战舰 想要看一下后排 到底有没有再偷偷捕鱼啊 我觉得思路非常好 但WP2这个已经是山码头开了 还会觉得后面有开哦 这个是有点 我觉得有点想太多了 不太可能吧 前面上个码头 后面再开 好 那现在 少年 这边是点掉了城堡石台 这边是麦石头上层的 所以待会 等会有一波新的操作 这个是什么 孟佳人两只村民 在干什么呢 好 补下了弩炮战船升级 那这里补下了一个修道院 修道院补下之后 待会要转僧侣战吧 那孟佳人的僧侣 基本上是全满的 而且天生自带双三返 返务力非常高 但是他有缺点哦 没有这个异端邪说 所以在僧侣互打的情况下 他是有绝对劣势的一个文明 非常尴尬 如果遇到什么 亚美尼亚人 或西班牙人的时候 他的僧侣战 就会打到头破血流 还有那个破西面 所以孟佳人 他的僧侣战 比较适合 对付其他这些僧侣文明 大部分都是能对应的 但WP2人的僧侣 科技线就是不太完整 就是连救赎思想也没有 宗教狂乐 异端邪说 全部都没有 这个在僧侣战来说 也是相当尴尬的一件事情 好 那目前升到城堡时代的 孟佳人使用火战船 开始反击了回去 Hira这边战舰 升到城堡时代 还是选择了弩炮战船 而急射 提升一下弩炮船的伤害力 好 Hira这边 待会要面临的是 孟佳人的装甲战相 都跟战术 那这一招 在竞技场 其实有一些玩家们会用 孟佳人 转僧侣跟装甲战相 然后配上内加的队友 出弓兵 或者是轻骑兵之类的 轻骑兵是比较少见的 工兵可能比较稳一点 不然就是自己全都出 经济非常的紧绷 这一个快攻打法 好 那我们来看到 这边火战船稍微反击回去 战船终于 能够回家了 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 对手其实是在转入地单位 战船基本上是没在转 在这Hira这边还在投资海战的部分 会不会海战投资过多呢 这样就会把一篮鸡蛋 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这就是我们频道常说的 如果你投资过多海战的话 有可能被登岛时没有注意 就是这个情况啊 非常尴尬 那怎么办 海战投资的这么多 哇两个村被拿下 那像这种情况 Hira最好是要把自己的码头 传出更多的 渔船会比较好 既然陆地上经济不行了 那你的海上经济 就一定要好一点 反正你有绝对的控海优势 对不对 有控海优势的话 就要进行的偷偷捕鱼 要入战的部分 可能就是要转出城堡 夹住防守反击 这里有挖石头啊 看一下 有挖石头 那还OK 那遇到这个情况 WP2我们刚刚有提到 他是没有救赎思想的关系 所以现在投石车是暂时无解的 一定要转出轻骑兵单位 才有可能打定 但是现在轻骑兵 又跟我们提到的 没有这个漏啊 你这个入战农田开始慢慢被控了 那你现在有捕鱼优势的话 就要赶快去伐木 然后去捕鱼传 也会稍微好一些 有捕鱼之力的话 他会转出马就 缓击的话也比较轻松一点 那WP2他也是一样 只有轻骑兵的文明 他比较可惜的是 他连品种 跟重机鼠都没有 比这个孟加拉伦的 骑兵 弱上很多 但是拿来打僧侣的话 我觉得还是绰绰有余了 还有这个 对方的投石车 好 三只村民直接招 天生酸伤法 僧侣直接弹起来 村民的暴打 HERA是不是忘记 孟加拉伦的僧侣防御特别高 怎么打都是一滴 正常来说 HERA可以用 村民打死僧侣 如果是打其他文明的话 反正打孟加拉伦就没有办法 OK 遭想到三只村民 果然 纳维极佑 待会这边就可以挖个石头 直接盖堡 继续压制 好 投石车 顺利拆掉 结果不是装甲战象 而是直接单纯的 升头战术 少年的升头登岛 这也让这个海战变速变得非常大 HERA这边渔船有继续补吗 哎呦 在后面 好 这里工程器制造所 要小心 多马过来 第一时间拍掉 有机会上前吗 没有清奇 不要三刀 四刀 哇 啊 再有闪射思想 妈 没有 最好双三防 不好意思 想说怎么要四刀 通常都是三刀 双三防生女是真的坦 一定要靠清奇兵了 拍个一下 搞定 OK 双三防 四刀 才能拿下 五刀吗 怎么变五刀了 OK 清奇兵过来 但是这里有枪兵 出落马非常轻松 撤掉了一台 后面投石车也出来 这个工程器制造所一定要赶快先砸掉 不砸掉的话 WP图这边一直转投石车 就会阻挠自己的进攻路线 这里又补了一个秀道院 这一波进攻 HERA打的是斜打且退 石头部分没有大爆挖 只有四个人在慢慢挖而已 好这里再继续补下工程器制造所 这里这里这里要不要置地 再过个两秒就要变成 孟加拉人的了 完了 这两秒没有删除 工程器制造所白给 直接送对方两百目 好 带HERA直接上岛 想要开TC吗 那只是孟加拉人 这边也是开了一个城镇中心 投石车砸一发 这个非常漂亮 砸毁了一台投石车 好 生女中午有救赎思想了 那现在孟加拉人就可以着想 HERA这边的投石车 好 左边的渔船 现在普到了五艘 开始在捕鱼船了 终于意识到自己捕鱼才是症结啊 在陆地上撒农田 是应急啊 要赶快把这个鱼重新拿回来才行 才可以稳定产清奇兵 好这边肉马上前就是对着生女一阵输出 但是看到投石车残血 想要回去抓投石车 抓掉了一台 清奇兵 还没有升级好 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马就来得及升级好吗 马就感觉也要被招降掉了 还有15% 10% 很极限 哇 顺利研发好 但是马就应该也要没了 好下方的码头 也要被招降 现在战船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防守鱼群嘛 还是要拉一些战舰到下方呢 这边自滴码头 不然这里码头被招降掉的话 孟加拉人就可以原地铲出火战船 烧了这些鱼船了 OK 那现在的部分 是HURA村民处战施领先 哇这个斜打斜退打得很漂亮 但是肉马要赶快继续补 可能要再多补一些清奇兵 这个伸头给的压力是真的大 但是投石车 也要继续补 那这边城堡就要思考一下要补哪里了 城堡要补中间位置吗 还是要补这里呢 还是要补TC旁边呢 这里就是现在要思考事情 HURA后方着想一下 左边码头 着想到了一个市集 好火战船 这里被招降了一台第二台也要被招 赶快拉走 好直接用村民手撕 被招降掉的投石车 先起兵上前 这边看一下 先打生驴 生驴要4刀 但我记得是要4刀 除非有点1弓 好 现在新奇兵海是要4刀 但是这一个城镇中心快不行了 最后把城堡补在了正前方 但是这边盖城堡 村民要小心 投石车 往前 枪兵也在往前 这跟城堡危险了 哇 拍下去 绝突破血疗 Gera这边直接用村民直接手撕 肉马还在秀 清奇兵在后方 砍死了一只 哇 助手模式 没有继续砍 清奇兵继续输出 好 生驴 急事串烧 点掉了非常多的生驴 这一波反打之后 少年终于 被挡了下来了吗 好 清奇兵继续打 继续打 继续打 砍死一只 后方的生驴有机会吗 没有办法 好 最后投石车 被全部解掉了 好 现在少年 尴尬 投石车没了 生驴只剩两只 还你继续往前吗 那挡伸头的话 真的是要靠 城堡 才可以有效阻止对方去进攻 背景城堡是不准被 遭响的 而且 没有攻城战相的话 基本上是无解 就算有攻城战相的话 后方投石车 也可以顺利的防守住 所以遇到城堡之后 通常伸头战术 就会被受到阻挠 没有办法继续往前 好 那目前看到 孟加人村民数来到了99村 Hero村民数只有81村 经济上来说 现在是孟加人领先2000资源 现在自己有上岛优势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两边电话时代会怎么打 这一波进攻 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变数了 好 好 清旗兵开始在后面 偷找一些村民 生旅过来召想一下 逼退了两只清旗兵 直接在后面补下了一个城镇中心 直接在Hero的本岛开农 好 升到地中时代的孟加人 村民数来到了114村 村民数是相当的多 Hero在这种情况 还能够成功反打吗 如果他这样还能反杀回去 那他真的就是世界冠军了 这太猛了 但我不确定 这个比赛我是完全没有看的 好 孟加人 这边是点下重型火战船 化学补下 还是要回归海战吗 还在拿下 比较好登陆 好这里码头补下 后面帝王时代 点下之后弹道雪 还有30秒时间 好 清旗兵上去直接输出掉 这边现在非常多的火战船 开始聚集起来了 孟加人印刷技术也别不下了 但WP图人这边切齐皮不过来 没有跟踪技术 慢慢走 终于走到了后方 开始砍生旅 生旅一收 火了下来 枪兵输出到了非常多的伤害 正前方的战舰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 没有办法很好地聚集起来 那现在是到地中时代的WP图 可能只能使用那一招了 爆破船 爆破船要赶快研发 OK 开始研发重型爆破船 因为现在这个海战部分 只能靠城堡稍微夹住 正面打起来的话 很容易被烧光光 但是火战船最害怕的就是自爆船 好了 爆破船 看一下 这个炸直接被击爆 火炮战船还是有射神上的优势 好 重型火炮战船 还有10秒 HURA发血也要再等一下 重型爆破船 还没出来 竞技上来说 孟佳人已经快要满人口了 科技部分也慢慢提升上去 HURA这边二次出击 想要把自己的本岛给拿回来 中间这个岛暂时也拿不下来 火炮战船已经出关了 好 赶快攻城打这个城堡 那现在孟佳人要打赢的话 可能还是要转出弩炮战船才行 那弩炮战船的话 他也是有悬满了 也有三级射 所以就去打火战船 可能会有点危险 WTF 他怎么没有躲 我刚想说 这应该会拉开 结果直接撞上去 哇 HURA这波直接大逆转 不然这边要准备攻城城堡了 火炮战船都已经蓄势再发 结果这一波搞下去 自爆船 拯救世界 极度尴尬 HURA这边 把海战一瞬间拿了回来 这根城堡也拿下了 那他刚刚没有控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在控下面这一座 HURA这边是一个双线进攻 好 这边城堡就去往前盖 把这边 入侵进来的 村民赶快排除出去 打一个守卫战 后方战船直接憋到后方 要转弩炮战船吗 二级射造船员金瑞火炮战船 这时候反打一个金瑞吗 这里感觉不是火炮战船的主场 升级这个好像不如先升级 奴炮战船比较重要 现在还不是重型奴炮战船 现在尴尬了 孟佳人海战失利 前方这块黄金挖不掉 这是最后一块黄金哦 要是这块黄金也挖完 那自己就真的戳晒了 HURA这边有无限的 不是无限 大量的黄金跟石头可以跟你换 海战拖越久 就越对自己不利啊 好 点这个激烈火炮战船的关系 现在重型奴炮战船暂时点不下去 感觉不是那么必要啊 精锐火炮战船 好 这里转出了一些边界兵 清理一下岛上的残存村民 好 换HURA这边要不要转一些火炮战船呢 他是有火炮战船的文明的 好 自爆船 炸了一下 又炸到了非常多的 火战船的血量 这一炸下去伤害真是不得了啊 哇 又来个四勺 好 躲一下躲一下 想要靠近 但是有点困难 好 HURA这边是继续补下了更多的弩炮战船 还是想打稳 好 独炮战船终于提升上去 变成重型牛炮战船 终于可以跟HURA决一死战了 但是HURA也是去世待发 赌下了航海技术 那现在家里的情况暂时是稳定住了 好战船开打 后面的爆破船 从后方出发 但是 少年有看到 这边躲一下 V阵 再躲 再躲 V阵继续躲 往前深入 炸这一波 很赚 HURA 成功收掉大约10台左右的弩炮战船 好 再来第二发 还能再继续炸 好 结果这边偷偷一个登岛 好 利用 爆破船的 控兵时间 这边登岛 让孟加仁一个措手不及 好 这边措手不及 怎么办 火炮战船 这后方远程打击 偷点战船 在这边拉打非常好 战船部分暂时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现在有两根 这根城堡在这里驻守 下面还有一根城堡 只要一跃过这条线 就一直被火力交叉射击 但WP图人忘记点下火箭技术的关系 所以现在城堡射击还不是那么的疼痛 所以还能接受 好 这里爆破船有点送掉了 好 回头一炸 好 前方有更多的火战船 但是弩炮战船有点快又夹不住 往回拉扯 这个城堡要小心 上方的城堡 看起来是 有点难受 应该是守不住了 这根城堡 火爆战船也在进行攻击 现在岛上的城堡 也被火爆战船给拿下来了 没想到金瑞火炮战船真的是伏笔 这个升级 升了价值连城 看来我终究是个菜鸡 少年终究是少年 太天才了 七艘金瑞火炮战船 直接拯救世界 太扯了 而就是神仙打架 好火炮战船 顺利的拆除了本岛上的危机 但是现在要如何登岛是个问题 那Hura为什么这波海战会打输 最主要有可能是因为 自爆船出了太多了 太想要靠爆破船作为主力了 反而有点适得其反 那正面部分 没有够多的弩炮战船时候 就很容易被压着打 好这里补下一个轮轴 他发现自己的经济不太好 少年好胜高反超Hura Hura这一波 可能要GG了 左边一个包夹 火战船都顺利贴到了 这边 但是自爆船炸了个急忙 取消一下火炮战船 好TC被拆 又补了一个新的 岛上村民 寸手。 寸手 шт 呃呃呃 亂炮战船看起来是 扛把它扛不住了 Hura硬咸咸抗补大架range 火战船继续烧 好 全部燒到殘血了 沒有辦法 海戰全部被殲滅 這一把比賽是少年的海戰大勝利 好 這邊要趕快來登島了 好 火炮戰船 在右側 這裡趕快拆城堡 但是後方這裡又有少量的弩炮戰船過來 HERA覺得自己還有機會 這時候才補下造船員是不是有點太慢了 遊戲時間來到50分鐘 島上的木頭也是有限的 這時候造船員才補 可能最後是木頭不夠的問題 好 這邊一個登島 城堡又拿下了一座 這邊這座城堡要先拿嗎 還是先拿這一座 好 HERA這邊重新補下更多的碼頭 在右側想要擴展新的基地 海軍基地又再次建立起來 正面的城堡一座一座的倒下 感覺沒有太多的時間 可以給HERA重新重振旗鼓 但是連木頭都快要沒有了 好 想要島上一片狼藉 臭名樹也只剩下89村 HERA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少年 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孟佳人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支援贏了2萬左右 非常可怕的數字 果然這一波打下去 這個拿路皮圖後期 這一波登島雖然很專業 但是有點忽略掉了 自己的戰船數量 如果自己的戰船數量 能到40幾隻做寶負的話 守住這個窄口 這一波進攻可能會有機會 只是有可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KD好了 這個戰船KD看一下蠻有趣的 好 那這邊HERA KD是贏了 但是輸掉了比賽 這也就是說為什麼 四季立國的KD不是那麼重要 KD都是好看而已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 謝謝 謝謝